去年台北纺织展开幕 台宿总裁王文渊跟蔡总统同台剪彩 这个镜头今年看不到了 台宿集团决定不参加今年纺织展 这是20年来台宿首度缺席 据了解访托会多次游说 都没能让台宿总裁王文渊改变心意 纺织展是业界盛市 今年383个厂商参展 有800个餐位 包含远东 宏汝等知名大厂都会参加 也是UA、Nike、爱迪达等品牌 寻觅采购的重要盛会 台宿却选择缺席不免引发揣测 是否对震惊环境感到失望 第二个月过去 第一个月很重要 各自为政 各个够人为 乱将 王文渊去年底在麦辽工会干部参会上 罕见批评蔡政府的政策 8月份时任格魁林全 参加南亚科总部落成典礼 王文渊没有出席 相隔一个月 越南总理阮春福视察越南合进钢厂 王文渊全程陪同 他未来的最重要的一段时间的市场 是摆在美国市场 所以他可能会花更多资源 在投入美国市场这个部分 第二个我觉得 因为台座集团在新政府上台 尤其是蔡英文总统上台之后 显然他对蔡英文总统的某些财经政策 但他不是那么满意 不是说他 他这集团内部可能对这些有一些看法 所以在这样子的状态下 他们可能就是 就缺席了这一次在台湾举办的这个纺织展 纺织展接单上看20亿 时任访拓会董事长的王文渊 让台肃20年来首度缺席 集团发言体系 以王文渊另有形成作为说法 但台肃的选择已经给政府带来警讯 记者夏军城 许上方台北报导